台湾四面环海是海岛国家 从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到太平洋 这当中有丰富的无形海洋资源 所以文化部文资局长期以来 在水下文资调查技术跟保存管理方面 投入了长期的研究跟努力 2020年6月17号下午3点 在台中市文化资产园区的探索馆 跟国家海洋研究院签约合作备忘录 开始努力共同展现海洋文化完整风貌的保存 今天我非常高兴有这个荣幸 然后看到文资局跟海洋研究院来做一个结盟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对于水下文化资产的保存的国家队 逐渐形成文资局跟海洋研究院的话 这个方面那彼此可以分享 文化部文资局局长施国龙在签约仪式中致此表示 文资局在海洋及水下文化资产的法证文史 调查技术 环境监测 沉船环境生态研究 海洋探测仪器使用 及海洋资料库共享等各方面 都需要跟国家海洋研究院进行合作 进一步提升水下文化调查的技术跟研究能量 这个主要是因应水下文资法通过以后 我们要做的先帝保存工作 那虽然看起来这个水下文资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们还是面对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很期待跟国海院来合作 文化部文资局强调 就是因为台湾有深层的海洋文化 海洋事物相当多元化 这次文资局跟国家海洋研究院 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 会整合国内外海洋研究量能 建构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体系 并且共享研究成果 希望充实海洋文化内涵 展现台湾海洋立国的精神跟样貌 记者李嘉金 刘义伟 陈文旭 台中报导 所以要见面 感谢观看